今集安東尼伸手上路教大家三個散場方法 第一個 徒手散 通常師傅都是徒手散的 這個技術含量就高一點 手勁也好一點 例如遇到凹凸位 就很容易散得走 但技術不好的話 很容易散到手指印 第二個 砂紫磚 砂紫磚的好處 故知人就省力了 但如果遇上凹凸的長身 凸的地方可能散得不夠 凹凸的地方可能散得太多 第三個 萬用寶 萬用寶的好處 故知人就省力了 但還是比較難控制 跟砂紫磚一樣 手感是沒有的 我們問過師傅 他的建議在細範圍的地方用 最好就不要帶過一隻成一隻 萬用寶還有一個好處 如果遇上很硬的灰鳥 例如梨子灰或石膏 都比較容易散得走 其實還有第四種方法 就是用砂紫機 但今天就不試給大家看了 記得記得 如果用砂紫的話 紅砂120至150 黑砂就買220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